画面中,一群办公室白领围观着三只美洲小强 突然其中一只爬到了这个男人身上 引格旁边的女同事惊吓不已 接而引发了一场徒手抓蟑螂的大戏 没错,今天的卧底老板 正是这个打开装有蟑螂盒子的男人 男人名叫老黑威尔逊 他掌管着一家防治害虫的百年品牌公司 该公司拥有员工近8000名 为全世界200万顾客摆脱害虫困扰 年收入更是超过13亿美元 作为这家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为了实地考察基层员工的工作情况 他决定化名鲍博卧底到公司基层实习 于是他戴上假发,沾上胡须 一番乔装打扮后完全变了模样 为了掩人耳目 设置组谎称这是一档即时真人秀节目 员工们要通过鲍博在节目中的表现 最终决定他能否赢得此次创业的奖金 一切就绪后卧底第一站 鲍博便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分公司 接待他的是害虫防治专家老白 得知鲍博没有从事过这项工作后 老白告诉他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密集恐惧患者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随后两人来到客户家中 当老白打开橱柜的瞬间 里面全是这种体积很小的德国蟑螂 这种蟑螂是很难控制的一类 然而这还不是最刺激的 随着老白起身打开上层橱柜 密密麻麻的蟑螂看得人全身发麻 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蟑螂群席 不仅如此 鲍博还在水槽后面发现了一只臭杰瑞 这让见惯了这种场面的鲍博也忍不住说道 老白也吐槽说这是他参与过最难的一家 在与客户协商完处理方案后 鲍博便用吸尘器开始吸蟑螂 但笨拙的动作让他不小心打碎了客户的杯子 老白对此很无语 闲时聊天时 鲍博得知老白有两个小孩 经济压力很大 原本失业的他 因为偶然一次发现家中的蟑螂 于是便打电话给了杀虫公司应聘 没想到电话那头当即就答应让他去公司上班 逐渐的老白便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因为正能让他同时照顾到家庭 说着还展示起了儿子的照片 鲍博觉得老白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无论是面对客户还是家庭 他都表现出了男人应有的担当 显然老白的做法在鲍博看来很加分 欣慰的同时他也默默决定要帮助老白 鲍博来到卧底第二站 接待他的是房制重属的技术员老黑 老黑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8年 算得上是终身私职员工了 工作中鲍博发现老黑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员工 他一天要去12个顾客家中复查害虫 而且对待每位顾客都很用心 还很能跟顾客打成一片 像今天带鲍博来到的这家客户 他已经服务了12年 虽然自己患有膳气和白血病 但他却依然在坚持工作 因此顾客很满意他的服务 也十分担心他的身体 闲事聊天时鲍博了解到 老黑已经与病魔抗争了很多年 但他的心态十分乐观 也很热爱这份事业 只是最近公司把员工的奖金取消了 这导致他的收入减少了很多 另外自己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8年 每年的休假时间才有三周 而新来的员工休假时间却和他一样 这显然不公平 鲍博听完陷入了沉思 像老黑这种全心全意为公司工作的人 不该受到如此待遇 感激的同时鲍博也决定回去后帮助他 来到卧底第三站 鲍博将与销售检测员小黑一起工作 小黑一来就教他如何处理风潮 这处风潮正处在客户家门口 顾客需要花250美元才能将其根除 随后小黑便带着鲍博穿上防风服 然后拿起注射器对着树洞疯狂注射沙子 对此小黑解释道 鲍博听后非常佩服小黑的专业能力 便问起了他的经历 原来小黑在大学读的就是动物昆虫学专业 可惜还没毕业女朋友就怀孕了 没办法他只能暂时退学出来工作养家 虽然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 但这只是一个过度 小黑始终还是想完成自己的学业 鲍博非常欣赏小黑的做法 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情 然后承担相对应的责任 这是非常值得尊重和钦佩的 卧底来到最后一站 接待他的是白衣服艳员眼镜妹 眼镜妹是公司少有的女性员工 两人简单交流后 眼镜妹便开始以严苛的标准要求鲍博 中间还不时与他开几句玩笑 然而鲍博却始终一脸严肃 对此卷发妹说 随后两人闲聊时鲍博才了解到 眼镜妹是为单亲妈妈 在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多 之前她在一线负责消灭害虫 自从怀孕后公司就安排她到了敷衍岗位 随后他们在去另一处地方的时候 眼镜妹聊到了公司不合理的制度 比如汽车闲置时就必须吸引 这种制度执行起来在夏天就是灾难 她每次拜访完客户回到车上都会热到窒息 不仅如此 公司还规定服务顾客的时间不得少于25分钟 即便有时候她已经服务完顾客 但时间还没到她也不得已要在户外溜达 尤其是在这种大夏天就更加难以忍受 鲍博听完很惭愧 因为规则就是她制定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顾客权益 显然这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更加弹性一些 她决定回去后重新制定更人性化的政策 至此 一周的卧底之行就结束了 是时候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员工们被召集于此 当她换上西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竟然没有一名员工认出她来 于是她只能主动摊牌了 我的名字不是真的Bob 我的名字是John Wilson 我是Oarkin的总理 我也是Bob 原本们得知真相后 个个都惊讶不已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怎样的惊喜呢 首先是老白 老板非常欣赏他的专业能力 并邀请他去公司总部参观学习 为以后成为公司的高管做准备 得知老白有两个小孩需要抚养 于是老板决定给他三万美金 作为两个小孩的大学教育基金 老白听后非常开心并表示感谢 接着是老黑 老黑是公司的老员工 老板非常欣赏他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 也十分感谢他几十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了解到他需要做善气手术 于是老板决定承包他所有的医疗费用 除此之外 老板还决定送他全家去旅游 旅游地点任选费用全包 老黑听后热泪盈眶 不仅如此 老板还奖励了他三万美金 作为他的终身服务红利 老黑听完难以置信 最后他还开心地跳了一段老年迪斯科 然后是小黑 老板很欣赏他的工作热情 为了留住他这样的人才 老板决定免费送小黑一家去华盛顿旅行 还安排他去亚特兰大培训中心 重新制定他的职业规划 这赤裸裸的生殖加薪把小黑高兴换了 得知小黑现在艰难抚养着自己的妻儿 因此老板给了他一万五千美金 作为他儿子上学的基金 不仅如此 老板知道小黑对学业依然怀有热情 因此决定再奖励他一万五千美金 帮他完成学业 小黑听完眼眉而气 最后是眼镜妹 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女性 老板觉得她很有发展潜力 考虑到她作为单亲妈妈的不义 于是老板决定为她三岁的儿子 和未出生的女儿 建立三万美元的大学基金 除此之外 了解到她现在的住处很小而且位置偏远 老板又给了她两万美金 当作她搬家的费用 听完后的眼镜妹难以置信掩面而起 这还没完 老板还掏出了一把福特汽车钥匙给了她 眼镜妹算是本期节目的最大赢家了 之所以送钱送房又送车 老板就是想让她明白 公司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她支持一切有梦想有能力有听进的员工 也能提供一切能提供的资源和福利 只希望员工们都能享受到 来自公司家庭般的温暖 像这样为员工考虑的好公司 你羡慕了吗